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他這個名稱 都會一直重複 而且 不過他的思考邏輯是 他是希望說抓到這個的名稱 然後在切換的時候 以後就抓這個名稱 不過後來我看了一下 怎麼講 你思考邏輯 是要以他提供給你的 有的東西你要辦法去做 如果沒有他就沒辦法達到那個 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現在停在哪一個 後來發現去查了一下 其實沒有 那怎麼知道沒有 其實很簡單到底有沒有能不能做到 你可以從上面問號去查一下 比如說你查什麼 這邊要用離線的方式 因為他這樣多一個 然後同學都會鑽鑽鑽鑽 他會到網路上去抓 不要用離線的 離線表示他裡面有裝那個 那一個 那這邊有個開發人員參考 裡面有個物件模型 或者你在這邊輸入那個序詞也可以 序詞這個物件裡面到底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這邊有個序詞物件 序詞的屬性序詞的方法 直接從這邊找 序詞找一下 然後裡面應該也會有一個序詞的物件相關的東西 你可以找到物件裡面的那個 這邊有個物件的序詞物件成員這邊 然後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就是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這邊都有方法 那理論上你要知道說 它在第幾個應該是屬性 不過看一下 這裡面好像沒有一個屬性是可以辦到 你講那個 OK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不行的 所以怎麼辦呢 頂多是能夠透過slides 比如說你要確定在第幾個 你乾脆一執行 就把游標放在那個工作表上面 那就解決了 但是 可能我知道你的問題應該是 你看到這麼多一樣的東西 你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說可以把這個名稱 改成 簡化 那實際上它有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這幾行 都前面都開頭是同一個物件的話 你可以這樣寫 怎麼寫 ENTER一下 TAB鍵 打一個WIS WIS的意思就是說 你以後呢 後面都是以這個來開頭 所以你把這個什麼 搬到前面 記得喔 搬的時候 點別要搬 搬到前面 然後加一個空白 後面就可以把這些刪掉 刪掉 記得喔 結束的地方 記得加一個什麼 END WITH 有頭一定要有個尾 END WITH 然後呢 把中間這些 我習慣是按一個TAB鍵 縮排 就是他們 都有共同的開頭 有沒有 然後呢 執行之後就OK了 這個 這個表是什麼 以後如果說你有 頭都一樣 這樣應該會簡化一些 當然如果你 我不知道 因為你的邏輯裡面 那個東西應該 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不行 那你要簡化 大概就是這個方法 那我們執行過 應該就不 就是執行結果 會一模一樣 只是說 程式應該會簡單一些些 我不知道這樣應該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底下這個有沒有 也要一樣對不對 特別注意 因為WITH的範圍 如果你在邏輯判斷裡面的話 它不能跨出去 它一定是在IF跟END的IF裡面 你不能說 你把它擺在下面不行 所以最下面這個為什麼沒有動它 因為它的有效範圍 不能夠跨出那個邏輯 所以就是這個邏輯